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一滴雨时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 前东南州的民族文化博物馆 博物馆的一楼 这个一楼的话 它有两个掌管 第一是书法馆 还有一个综合馆 我们先进综合馆看看吧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凯丽市 这么大一部分的话 全部是属于前东南的 在春秋的时候 前东南州就叫夜兰国且兰 然后秦代的时候叫向郡 包括在清代的时候 就是镇园府 黎平府 都云府 还记得这个人民币吗 这个在投金的人 就是第一任的这个州长王德安 这个人就是他 当年的这个建筑初期的州府 所在地镇园 然后也是我们即将要去的 前南州发现的一些化石 最有名的应该是这个了 海白河化石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这个区域的话 就可以看得出更多的民族特色了 现在我们的执照都是三镇合议的 看一下当年的执照 好长啊 清咸丰五年的时候 这个咸同苗族农民起义的时候 用到的一些兵器 看这个常见 好重的感觉 大刀 壮族的央备 厨饭和木九波 这边的话就是一些苗寨洞寨 比如说西江千湖苗寨 还有曾冲洞寨 和巴沙苗寨 一上二楼就有这个少数民族的特色了 看这个鼓 然后这个乐器 还有牛角 这边呢就是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 摇族的 壮族的 爬窗 当时的男子就爬窗 跟女生一起聊聊天 然后发生自由恋爱 行歌作乐 也叫行歌作业 动作青年男女的交往恋爱方式 女生在这里支线做真线火 男生就带着乐器来唱歌 来陪姑娘 然后只知相爱 你看这个吊角楼和这个吊角楼 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吊角楼 跟我们川羽地区的吊角楼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而这个呢就是洞族的鼓楼 非常的精美 非常漂亮 风雨桥楼 相当霸气 相当精美吧 看上面还有这个凤凰 还有龙 洞族的迎冰兰露酒 如果喝不得酒的 估计就只能竖着进去 横着出来了 洞族大哥的一个场景 一般来说我们了解的音乐的话 有七个声部 但这个洞族大哥很特别 它有八个声部 看这是他们祭祖的木骨 然后下面一盘一盘的肉 加一盘辣椒 苗族的祭祖呢 也叫吃骨葬 这也是苗族民间最大的 这样的一个祭祖活动 七年一小祭 十三年一大祭 主要就是以宰杀 饲养的牛 然后跳舞 少数民族的生活场景了 你看有一个小阳台 下边有木饭桶 有篓 还有一些农作的工具等等 被誉为苗族祖先的赤友 前东南州啊 就有三十三个民族 所以这个贵州 也是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神分了 看这全是苗银做的这种饰品 现在我们就进到了这个服饰展示馆 那这一进来就看到这个 雷山的西江苗族服饰 台江湿洞式苗族 台里周西苗族的 这些琳琅满目的苗族的服饰 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用苗银来装饰 有很多 看这 头上 这一身 确实还是很精美 这位大哥好时尚 这是银巢洞祖的南谷盛装 这个腊染呢也是前东南最独特的 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应染技术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都是腊染的 现在在我左手的整个这个壁上 墙壁上面 都是非物质文化的这个代表性项目名录 走吧 我们现在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馆 那这是他们少数民族苗族的 卢生舞 锦基舞 这个是木鼓舞 这是铜鼓舞 看他们苗族过年 好盛装出息啊 这个 这个是台江湿洞苗族的木雕龙头 哇气吧 这个展示区域呢 它主要是讲的一些少数民族的节日 比如说有瑶族的盘王节 然后这边是萨玛节 这个是苗族的骨葬节 水族的端节 报经三月三 这个区域呢 就是一些乐器 比如说有洞族的琵琶 然后这个苗族的芒虹 还有苗族的卢生 这个卢生好长啊 洞族大钩的场景 小朋友坐前面两排都在一起唱着 这个洞族大钩 就是一个多声部 无指挥无伴奏的一个 合唱的艺术形式 那这一期前东南民族文化博物馆 就带给大家到这里了 希望你喜欢 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评论和点赞 拜拜 拜拜 拜拜